细细的沙子倒入玻璃瓶中 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沙画家大手一一开 平那一幅栩栩如生的沙漠路驼 就出现在眼前 要做画画那种的 就必须要从上面开始到下 那我的沙画不一样的 从下面开始到上面 用沙抱着画出这样一幅 具有中东风情的艺术家 就是来自约旦的艾红博 这项国宝级艺术 全世界只剩下300个人 还保有这项技能 艾红博将这项 独固全球的艺术带进了台湾 这个做房子 这个做骆驼 我的工具不一样的 跟台湾不一样的 我用上次来画 创作沙画最伤的就是眼睛 但常有不知情的游客 拿着相机对着他猛拍 这让艾红博很困扰 沙画这门艺术不但要有天分 练习的功夫更是重要 艾红博来台湾已经30年了 他的作品不只是中东风情 还有许多台湾的元素在里面 像是皮影戏 还有这些矮房子 全是他记忆中的台湾 现在没有了 现在是看不到的 那为什么也看不到呢 这个还是很可惜的 你就是要保留一些 让人家想象以前的生活 就像他的作品一样 沙画里有着家乡的风景 但也有在他生命里 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台湾